星空这款游戏是没有PS5玩的 只能在电脑或者插BOX上玩 而且插BOX只能是30帧 那么如果在PC上玩想享受真正的真实的4K的话需要什么响卡 我的这块4080响卡够不够 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设置 现在分辨率是4K 动态分辨率关闭 图像预设最高 下面都是拉满的 其中我关闭了动态模糊 这有一个增强 它是AMD才有的一个功能 我也给关掉了 其他的都没变都是拉到头的 这个最下面这是帧率 各位上眼 看到了吗 现在是游戏初期刚开始 在室内 40多帧 还真别说这个画面还是真不错的 文理细节是有的 但是这个游戏不支持光追 我不知道为什么 贝塞斯达的游戏 这个人物 这个审美 算了 咱们还是看衣服吧 这小细节 还可以 就是这个人脸 还有那个灵弓 长得更丑 另外这个游戏是可以切换视角了 默认是第一人称视角 按这个键 默认是第一人称 这是第三人称近距离 还有一个远距离的第三人称 下面看一下硬件占用情况 显卡占用百分之九十八九十六 频率是 2730 温度是65度 64度 CPU是五六十度 CPU频率4526 帧率48 我这是12700的CPU 12代的i7 基本上也吃满 吃的还不少 下面是显卡占用 基本上也占满了 显存占了不到一半 这是16G的显存 那么如果你只有PS5 还想玩这款游戏吗